HALO 大家好 我是HALO 今天要來幫我們的小白 做我們的白色計畫 那這次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把這個鬆垮垮的土廚 改成這種堅固的土廚啊 當然也是要自己做出來啦 那為什麼我會想要自己做土廚 而不去網路上買呢 那主要是因為我真的找不到 這個的土廚支架要去哪裡買啊 可能因為野狼太久了 要嘛停產 要嘛就只有近站的 我一直找不到 而且就算找到的話 一個要六七百我就有點貴啊 就是我打算自己來做 那我想到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用類似束帶那種方式把它扣起來就可以了 像是我這個做法 那我剛剛去測試了一下 其實也蠻穩固的 它應該是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固定啊 因為我之前用這個水管固定啊 它就會一直滑下來 你看 它一直滑下來 然後滑到最後它就會整個掉下來 很危險 所以我才打算這次 直接給它做一個超堅固的鋁金屬的 那做法也很簡單 就是用鐵錘把這個鋁板啊 鋁片敲成這個形狀之後啊 然後再鑽動 然後再用另外一片 放上來 鎖緊就可以啦 其實還蠻簡單的 好 那我們就去看一下我怎麼做的吧 一片無聊的小物 我哼著不堅存的歌 看著不堅存的漫畫 都是不堅存的根 吃著不堅存的零食 喝著不堅存的茶 過著不堅存的生活 耽搁不堅存的人 聽著不堅存的音樂 想著不堅存的詞 對著不堅存的小說 全是不堅存的人 過不堅存的工作 做著不堅存的夢 我哼不堅存的心 等過不堅存的人 是誰回應 堅決不堅存 是誰回應 堅決不堅存 是誰回應 堅決不堅存 你的堅存也只是相對 我的世界 只要我能跟著我喜歡的 有很多的我喜歡的 只是都是我喜歡的人 學著不喜歡的 靈性 學著我喜歡的 站著不喜歡的 生活當作我喜歡的人 學著不喜歡的 音樂 學著我喜歡的 自 生的我喜歡的 風 耳 愛著我喜歡的人 指望的 教 jam 我喜歡的 你在飛哪大 ABCAK presume 我迷我的世界 寶靛現在 我 hardware發現 對不起 political聊天 就是誰回應 是誰回應 你的想法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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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白色的计划 那我现在再打算调整一下 这台车的避震器 那其实各位可以不用像我这么麻烦 我只是想尝试看看 一个人有没有办法调而已 那这个也不是专用工具 它有一个专用工具 是专门在压这个弹簧的 但是因為我沒有喔 我也應該不太可能回去會有這個買一個 所以我就用這個土炮的方式 兩根鐵 然後把這個堂皇壓進去看看 那其實這個也不用那麼麻煩啊 各位如果有朋友的話 像我就沒有 你可以直接請朋友幫你壓著就好了 其實也不用說要用這種東西來壓啦 好 我在想一下有什麼辦法可以調整它喔 然後我最後用一個很奇妙的方法就是 把這個扣著 然後用力往上翻 然後就可以調了 呵呵 好神奇的方法喔 那我記得這兩個避震器原本是調一樣的啦 可能是有時候窟窿太大然後跳掉了吧 我也不知道啦 總之我就把它調回最硬的那一段 兩邊都調最硬的 這樣應該還不錯吧 好 那這一次就到這邊 好的 我剛剛要去試了一下我們的避震器 我們的避震器的部分呢我覺得 好像有好一點啦 可是我覺得這種那麼軟的避震器 其實騎起來沒有太大的差別啦 避震器調整比較平均之後 也是作動有比較好一點點啦 大概吧 可能也是心理作用啦 畢竟這種避震器有沒有調它都很軟 軟到爆招 好啦 那避震器這樣就算是調好了 應該是有比較好吧 應該吧 大家好 我是洪果爵 今天的白色計畫 我也忘記撿到哪裡了啦 或者是拍到哪裡了 總之這次還來做我們的這個電門座 那我要把這個東西是用束帶固定的嘛 我不要用束帶了 我要直接做一個板子出來 然後來固定這個電門啦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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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 BLOB 支架出來 OK 然後我們再把我們的這個 電門座放在大概這個地方吧 然後再做兩個電門座支架出來 這樣應該就還蠻完美的吧我想 好那我們就繼續做吧 OK 那我終於把它做好啦 那花了蠻多時間的 然後就做成這個樣子 那我來打開給大家看一下我怎麼做的吧 OK 其實就是這個樣子而已啦 這個是原本那個鐵片我都直接挖了高場 OK 那我最後就是做出了這個板子 那這個板子當然也不是一開始就完美啦 主要就是放上去的時候發現我的洞沒有鑽好 所以我就用小蜜蜂修了一下這個洞 那再來就是要鑽那個鎖頭的洞啦 那結果發現鑽在這邊會剛好被卡到啦 所以這兩個洞就是鑽錯的 那最後就決定鑽在這邊 剛好可以在這個中間閃過它 就可以比較好安裝我們的鎖頭啦 啊對了 那這個洞是有公牙的 所以我就用這個螺絲給它裝進去 然後兩邊都給它裝到底 再用這個彈簧固定它啦 像這個樣子 用這個彈簧把它固定起來 好 那我們固定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出我們的固定螺絲 把它裝到我們這個原本的半桌上面啦 那這個就四個螺絲鎖進去鎖緊就好啦 我也沒有特別用彈簧固定 OK 那再來就是我用墊片把這個東西墊高一點 要不然的話這樣子我們的鎖頭會卡到這個螺絲 所以我把它墊高一點 墊高之後我們就可以把我的鎖頭放回來 把它鎖頭放回來 放回來之後我就用彈簧跟螺絲鎖緊 把它鎖緊 很不錯吧 那其實說起來很簡單 做起來的時候就一直磨這個角度 一直磨不出來 那還有這個邊邊角角的地方 還要打磨 打磨之後才會滑順 要不然你摸到的時候會有被刺到的感覺 好 這次也花了蠻多時間 但是我覺得成品還算差強能力啦 有這種濃濃的機械感就對了 每次東西出來都是濃濃的機械感 好 那我們就繼續做下一個東西吧 OK 那我剛剛都沒有拍畫面齁 那這一次主要就是換了我們的畫遊器啦 那這一顆是PE系列就是所謂的王畫 那它可能有點小問題啊 導致冷車的時候不管怎麼騎都 有問題就對了 不管怎麼調冷車都會有問題 那我再把它清潔看看 以後有空再把它裝回去試看看是怎麼樣啊 那總之為了求穩定 所以我就先裝了原廠畫遊器上去 那這個原廠畫遊器是我之前收的一個壞掉的 那我把它修理好之後就拿來用 那它其實還是壞掉的啦 像風阻門就不會動 那我剛剛裝上去也發過車了 是正常可以發的 但是還沒調整啦 所以說等一下就來調整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騎出去外面熱兩圈 來調看看畫遊器 讓我把它好一點吧 好 現在是我們換完我們的畫遊器之後的 第一次發動試車啦 那其實我畫遊器的地方已經調整過了 但是那時候沒有拍出來 那我調整完之後現在就是放了一段時間了 那要來做第一次的測試 看它能不能正常發動 那現在天氣還蠻溫暖的 所以應該很好發吧 那因為這個畫遊器的風阻門 已經被我拔去裝了自己的壓力了啦 所以說我也不知道 這個有沒有辦法正常發動 應該是有辦法啦 因為畢竟現在沒有很等 好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看吧 不知道有沒有電 有電 有電有電 有電有電 要轉點油門才帶得起來啦 發動之後居然只有1000轉而已 好 我直接去騎看看跟文化有什麼量 OK 那我這樣調整完之後呢 基本上就是 我們車發動就可以馬上騎了啦 算是一個還不錯的感覺吧 那至於為什麼沒有辦法 至於為什麼它發起來會熄火呢 我想大概是因為 有段時間沒發 所以它的汽油有點跑掉了啦 再加上它的 拔蠟跟排氣管都太順了 導致它有時候 汽油沒有辦法留在氣缸裡面 嗯 我這樣解釋應該是對的吧 好啦 那總之 這次換回原廠畫遊器 這台車的穩定性 就提升了非常非常的多啦 那這次的白色計畫 也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這就是我最近這幾天 放假的時候去工廠把事情做一做 然後拍出來的影片給大家看啦 好 那如果你喜歡這些機車相關的影片 或者是汽車相關的影片 或者是一點點電腦相關的影片的話呢 那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囉 哦 我不會再給大家看吧 我不會再給大家看 我不會再給大家看 我不會再給大家看